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听今天的报道全世界 今天我邀请到一位我的朋友 他也是我的同事 在中时报戏的时候 他是谁呢 他是非常知名的作家平露 平露好 主持人鸿怡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平露本名叫陆平 姓陆明平 最主要是他写了一本书叫坦露的心 那这本书呢 我看了以后呢就掉眼泪 为什么 因为平露在长大以后才知道他自己不是亲生母亲 不是这个妈妈不是亲 不是生他的妈妈不是生母 那另外有一个生母 可是就是这个这个养母 就是内心里面 从小就认了养母是生母 可是这个养母对他又不好 那他到长大以后 知道不是这个妈妈不是生母 所以他开始追寻他自己的母亲的过程 那就觉得说中间过程非常的辛苦 那个辛苦不是生理的 是心里的 从小就心里的 我先请教一下平露就是 坦露的心要把心这样的坦露 你有没有过挣扎 一直在挣扎 就是就连全书写好之后 还会在想说这样的一本书 要不要出版 要不要放在别人的眼前 其实都一再的犹豫 那后来是因为那时候出版社已经在 就是也是陪伴 也是我们有时候就聚在一起 他们就会鼓励我 就已经这样两年多了 那后来也觉得对出版社来讲 就可能如果后来等了那么久 书没出来也是会失望吧 那所以很多的因素加在一起 尤其出版社的加持 就是他们就是一直都 一直都没有放弃我 没有放弃这本书 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素 后来还是出版了 所以其实是的一直有挣扎 一直都觉得说这是我自己的历程 中间也有我自己的 包括悔悟在内 就是包括我自己的很多的反省 那要不要出呢 其实一直都不是那么确定 当然最后他还是出版了 那你本来的拉锯是什么 我本来想说 就是因为写术的过程 就是其实是一层一层的 好像是拨开 就是你很像洋葱一样 就一层一层的往里面拨 也很像那个旧时候的那种粉墙一样 就是你拨开一层还有一层 所以你总会在写的过程中 觉得自己看到的 毕竟就是还是 就里面还有你所没见到的部分 所以在写的过程中也会一直想说 是不是有哪些地方我还是没有看到 或我还是会错怪了 包括我的我的母亲 我的养我长大的母亲 会不会还是就是理解我父亲的不够多 就在书里有写到说 我以为我用全心爱我的父亲 我这么疼爱他 可是毕竟就是他经过的时代跟我大不相同 所以我到底可以疼爱他多少 就我到底可以理解他多少 所以这样的问题一直在 所以当时也会想说 如果再给我再给我几年的功夫 也许我会看到更多的真相 我可能会了解 包括我自己就会更加的深刻 所以中间是有很多的拉锯 包括我并没有那么确定 就是某一个时刻我可以把书写完 以及他到底值不值得放在读者的眼前 就是读者真的需要看这样一本书吗 所以也会有犹豫 不用犹豫 因为我觉得读者很需要看这本书 因为我小时候 我妈妈要打我的话 我都会觉得我不是亲生的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 因为你可能没有 我小时候就觉得我 求老婆推跟老婆不够疼我 你知道以前就有连续剧说 这就不是亲生的 可是那个都是一种 多愁善感 那你从小这个养你的母亲 你并不知道他只是养母 你一直以为他是生母 那他真的对你就是很没有感情吗 我觉得最大的感觉是有缝隙 就是譬如说你觉得有外人在的时候 跟家门关起来的时候 其实是有两个面目 有时候是在我父亲跟前 跟我父亲不在的时候 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其实最大的 最大的就是我最深刻的感觉 在当年 其实是困惑 就是我一直是个 就一直觉得我是个糊涂的 当时是糊涂的孩子 那这个糊涂的感觉 一直持续到 我长大以后 就是总是觉得有一个 好像有一些看不明白的部分 那也用了很多其他的方法去求解 包括你从社会去想 去从女性的处境来想 或者去从其他很多很多方面 去找那个解释 那当然后来才发现 其实那个答案没有那么复杂 那答案很简单 就是我不是我的母亲亲生的 而且她在中间 她的那个过程中 有她自己非常深的沧桑 就她已经 她自己很不容易 而她的不容易 没办法跟外人说 所以其实她是最困难的 那这个困难我不知道 所以我会用 我对一个亲生母亲的期待 去期待她 就也许那个是太高的标准 所以这个也是在书里 就是试着去理解 其实也一方面当然也是反省的部分 就是对 也许我母亲才是最最最辛苦的 最最辛苦的人 那但是我们过去的时代 有时候就是大家太 太需要某一种的形象 太需要某一种的假象 有时候 所以人跟人之间原来可能的 真正的理解 或者是和解 就一直要 一直在我身上是 几乎没办法发生 直到直到最后 直到我母亲病重的时候 那真正的那个和解 我想对彼此 都有某种的滋润 都有某种的 或者是疗愈吧 才真正的发生 所以其实这本书 也是在写这样的过程 这个评录 养瓶瓶瓶的母亲 那真正的答案就是说 是瓶瓶瓶的爸爸 跟家里面的佣人 这个上了床 所以生了瓶瓶瓶 这样 那可是在那个年代呢 那是很不名誉的事情 所以 这个瓶瓶瓶瓶瓶的这个妈妈 就是帮忙 先生掩盖这件丑闻 好像不好意思讲丑闻 因为讲出去其实都很难 大家都很难看 妈妈没面子 爸爸没面子 甚至可能都影响到工作什么的 那所以呢 这个养瓶瓶瓶瓶的妈妈呢 就用 她的名字 当成是个 当成是个 那个 生 生小孩的时候 就用瓶瓶瓶的母亲的名字 去生产 那同时呢 也去申请 生育补助 那该 该请的 产假什么都请 那可是呢 生下来的隔天 这个生母就离开了 生母就离开了 那 这瓶瓶瓶呢 就由这个母亲带回家养 对外当然都讲自己生的 那所以她这中间啊 的怀胎十个月的过程 她必须配合演戏 她不能出门 那另外这个怀孕的女 这个庸人呢 也不能够被知道 她实际上是肚子很大的 家里面演戏 演得这么的辛苦 也演得这么的像 那大家都没有发现 那可是 平如现在讲的这个 养她的妈妈 小时候为什么对她不好 其实她是最受苦的 因为她必须要去 配合演示 可是她又养一个 不是她的小孩 她其实对这个 对这个庸人很恨 因为这个庸人 抢了她的老公 让他们这么过得这么辛苦 一个女人 老公被抢走 其实是一件很丢脸 很痛苦的事情 好像输了人家了 可是又必须养这个小孩 她难怪对你很不好 她有过对你温暖的一面吗 其实这个是就是 因为我们中间几乎很少 就是几乎是没有 就是身体的接触 就是某种的冷淡 那当然这中间 尤其我猜 就现在回忆起来 就是孩子的时候 我是个孩子 应该还好 那最 就是最麻烦 或最尴尬的时候 是我渐渐长大 就长成一个少女 那我又不是 就是 就是我想我一定 身上也有反骨 然后我又长得 后来就是在 很多很多年之后 我找到我生母之后 那我又长得非常像 就是我是 她其他的孩子比起来 我是最像我生母的 就是几乎我们没有 我们几乎没有相处过一天 可是我就是最像她的一个孩子 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尤其在少女的一段时间 然后我这么像我生母 所以当然我养母会很困难 那那个时候 因为家里就是 就真的是很奇怪的气氛 所以我就特别的叛逆 我也不乖 我也让父母亲头痛 或者是让我更坐实了 我养母原来的担心 我养母原来就担心 我这样长大的孩子 一定跟我的生母 说不定不止样子相似 而且会带来某种 对她来讲是 屈辱的事情 所以就更 更我就常会听见 就是这个 你不要有入外申家庭 会说有入家门等等 就是这种语言 那当然我心里就 怕你也是去偷人 类似这样 或者对 就是之类的 比如说我裙子 我短一点 我母亲会说不可以 那我会说 其他同学 其他女同学 他们也这样穿 那我生母 不是我养母 我就那时候 我母亲就会 很清楚的跟我讲说 别人都可以 你不可以 那我 我 看我母亲一眼 我就在她的眼睛里面 读到就是 就是 就是我可能 就是我不可以 因为 可能我最接近 让她担心的事情 你就会读到那个 你从不成为人为什么 眼睛里面的 那 因为所有 因为 我们的关系 就是 她总是在 某个意义上 防范我出错 所以 就是 也 我们没有办法 像 包括 我跟洪怡 坐在一起 就是我们有一个 就是 就是可以坦诚的讲话 那我跟我母亲 几乎从来没有 就是她在我面前 她也就 自然成为一个 母亲的位阶 那 那个 中间 其实是 隔阂的 所以可能也跟 写这本书 有点关系 就是你 非常希望 换回 你已经换不回来的时间 就是如果 有一个时刻 我如果跟我母亲 坐在一起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真正像 两个朋友 也好 就像 或者像两个女人 就是 讲心里的话 可以 忘记 我们的角色 就那个角色 让我的母亲 也僵硬起来 那 我也做得不好 就是当我看到 这样的 这样的形象 这样的角色的时候 我也自然就会升起 那个 保护的屏障 就会 就会 让自己 很不放松 所以 现在 为什么写这本书 一定也有 就是 如果还有机会 就是一直到 后来 就是我母亲病重了 我在她 面前 我在她的病床前 跟她说 说 妈妈 你是世界上 最好的妈妈的时候 就她的脸 就整个柔和起来 那时候 就是 就是 我知道 对 其实是 是我做得不够 就是 当我这样跟她讲的时候 她也可以柔和 就她一直在等的 其实是这样的 这样的语言 也许就是这一句话 就她要让我知道 她多不容易养我 可那个不容易 是我不知道的 养一个 我老公小生的小孩 把她养到大 她没有办法 她没有办法 用言语表达 她又不能够跟你讲 真正的事情 对 所以也许 就会 就会特别明白说 为什么 人跟人之间 如果可以 袒露的时候 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那个理解 才真正是感情的基础 OK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评录 她写的书 袒露的心 这个要很大的勇气 我看 我讲实在话 那她是由时报出版 等一下 回来我们继续请教她 来先休息一下 欢迎继续收听 波度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作家 平露 平露的心书 是坦露的心 那完全写着 她自己的身世 而那个身世 我看起来也实在是 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是她跟养母 跟亲生的爸爸之间 一辈子纠缠不清的一种感情 她必须试图把它剖析出来 像我看了你的书以后 就觉得自己很幸福 为什么我觉得很幸福呢 因为你知道小时候我妈妈 她回来看到小孩 她如果觉得怕你感冒 你知道她的动作是什么吗 把你抱起来 然后额头触额头 她就知道说你有没有发烧 可是我好喜欢我妈妈 额头碰我额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是一种母爱 温暖 温暖 就是她觉得 温度 温度 她很关心你 她才会这样子 然后呢 她觉得不准 到底有没有发烧 再碰再弄久一点 然后我也很喜欢 跟我妈妈 就是我妈妈 要去田里面的时候 或者田里面要回家 特别是田里面要回家的时候 因为要回家就表示妈妈要回家煮饭 要回家煮饭呢 她一定是 因为做了一整天一定是满身汗 可是那个满身汗 你的味道就特别浓厚 对就是母亲的 她给你挨着 对啊 她还要挨着 对啊 挨着的时候你就在后面 因为我是最小的 对 然后 那个叫包好金嘛 然后把你背住 背住以后呢 你就在后面 然后承 就是让妈妈承受着你的重量 然后你就闻着妈妈的汗臭味 可是 那个汗臭味 你就感觉那不是汗臭味 是安全感 安全感 还有我很喜欢我妈妈一件事情 就是 我妈妈在 冬天的时候 她会去烧热水 然后你知道 冬天的乡下小孩不一定天天洗澡 然后她会烧热水 烧热水之后呢 她会在我们有着火灯 她在一个火灯 然后呢 她就一个大膝烫 然后用她有一个火灵的那 就把我们抱起来 抱起来以后呢 她会把我们的头放进那个热水里面 帮我们洗头 洗头呢 洗洗洗洗洗完啊 用擦干嘛 我们那时候没有吹风机擦干以后 然后就说来 妈妈咬蜜蜂 嗯 咬蜜蜂 掏耳朵 对 哦 好可爱哦 真的是好 你知道掏耳朵的时候 好多温情 对 真的 你如果 因为妈妈抱着 所以 对 右耳朵你就脸朝外面 嗯 然后看着很多人在玩 你会有一种骄傲感 你看我妈妈在帮我掏耳朵 多疼我 对 然后呢 然后左耳朵你就要 转另外一边 脸朝妈妈的肚子 对 哦 那时候又闻到妈妈的味道 然后呢 你会觉得我妈妈的手 常常哦 种田种到 像冬天是手要裂开流血的 嗯 然后 然后 躺脚 躺脚你也听不懂 就是 就是那个指甲会裂开 然后 有一些什么细的枝条啊 会刺进去 嗯 他的手其实指甲是黑的 嗯 手是很粗糙的 嗯 嗯 我相信如果有所谓的 丝的蕾丝 嗯 在他的手上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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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哦 他在用法夹帮我们掏耳朵的时候 那手这细啊 他不会把你弄伤 是 你怎么说 哇 那你这么松快 然后 然后他就跟你说 好了 他好了 下去了 有台译了 好 可以啊 可以啊 这样 替人 然后你就跟他说 啊 没啦 啊 没啦 不要换人 还是我 还是我 对 你再帮我掏一下 在里面一点 在里面一点 你知道吗 那个掏耳朵 如果要在里面一点 就要更小心了 他会把你把那个耳膜弄破 会破 就你感受到妈妈对小孩的爱 而且他有七个小孩 嗯 一个轮一个 一个轮一个 这样 他很辛苦了 最疼 最小的 所以 我相信他都疼啊 因为揍的时候也 也会揍 可是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哎 看到你的书 你被妈妈这样的对待 然后 我们的父母亲 亲生我们 然后我妈妈 这样的对待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 我母亲爱的那种 伟大跟温度 好 然后所以我才 才觉得 看你的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很舍不得 会掉眼泪 就是 那时候就觉得 你小时候 其实应该得到抚慰 好 这样 所以 你有办法回忆起 妈妈对你的任何的好吗 有过这样的东西吗 完全没有接触 他也没有 难道他不需要抱你洗澡吗 他不要帮你洗头吗 嗯 我母亲就是 就是 就是也许正因为 我的出生吧 所以我母亲这方面 从来就是 我想 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 可是我母亲应该是没有 就是 她 我想她不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 这个再说一句 其实现在想 后来想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不能够外塌 因为就像刚刚 宏仪主持人讲的 其实那个 肢体的接触 就是 那种直接的温度 她最直觉 她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有满怀的爱意 你才能够 就是连花耳朵的这个动作 都能够传递这么多的感情 那我想我母亲 特别是 包括我小的时候 我觉得她一直在 两个挣扎的情绪当中 我帮她想 一个是 很卑鄙啊 总有可爱的一面 可是如果她觉得这个baby 可爱的话 那就代表 就是她输了 就是 就是另外一个 女人赢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那个挣扎 其实是最 某个意义上 其实我很心疼的部分 而最心疼的是 我觉得没有机会 说出来 是最可惜的 因为多难啊 就是 所以她要特别的 特别要硬心肠 就是她其实觉得 这个孩子很可爱 可是她如果伸出手去抱她 或者是 她就输了 她就输了 对 所以就是 而且何况还有一个 我父亲在其中 对 我想那个是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因为我父亲 某个意义上 是决定 到底她心在哪个女人身上 所以这些点点滴滴 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我做一个孩子的 接收系统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奇怪的地方 我难以了解 那后来我甚至 我甚至会 就是因为不清楚 所以也会做出一些奇怪的解释 那后来真的都了了 就是这样 我其实如果你书读完 将心比心想妈妈那个立场 你就会觉得对她 其实这样做 讲的是苛求了 太苛求了 对 可是也因此造就你很叛逆的性格 是 因为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没有得到 你认为那是生母该给你的爱 对不对 所以我看到你书里面 你讲其实你还蛮叛逆的 对 那个叛逆有多叛逆 一直如此 对 就是 其实某个意义来讲 后来 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 像书里有写的 然后就是 当时 让我伤心的 折磨我的 某个意义上 后来 也许也就是成就我这个人的一些因素 那个成就不是世俗上的成就 就是长成我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的 我有反骨 从来就看得出来也有 那甚至在 就是 你会试图要去弃他们吗 我会 就是包括 就是当年 甚至对我来讲 婚姻也是这样 就是能够能够做 就在那段时间 我22岁的时候 做任何事情 如果 可以让他们生气 就是最好 最好就是 如果有一个外力 让我可以真正跟他们决裂 让他们就是我 是我非常乐意做的 那 可是这个个性 到后来 我觉得 某个意义上 现在如果 每个人告诉我说 大家 所有的人都这么说 可我一定会说 我要自己 我要自己决定 我的看法 就某个意义上 我也会特别不相信 就是如果大家 就包括后来是长 长大了以后是社会上 那所以后来 我写 我用文字 就包括写评论 或者事情的看法 那我也比较相信说 对 很多时候 我相信自己 就是那个自己 或者是从小 你觉得只有自己是 最可以某个意义上 依赖的 或者是 对 因为 你看到外面的世界 确实有很多的 包括假象 或者说大家说的 不一定那个就是事实 所以我刚刚讲 那个成就跟世俗的成就没关系 可是就是我这样的一个人 造就了今天的评录 那个意思 是 其实我觉得重点还在于 一个没有爱的小孩 那他在长大之后 对他的婚姻 对他的感情 甚至对他的人格 影响有多大 然后再来就是 这样会影响到 你跟你的女儿之间的对待吗 等一下继续请教你 好不好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继续收听波动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作家评录 他的新书 坦路的心 坦路的心不是小说 坦路的心其实是他自己 评录的书里面 其中有写到一段 他说 这个 妈妈呢 你后来跟妈妈聊天 说妈妈你还记不记得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早晨四五点 你痛的一声 就推开了门 接着把灯打开 然后你就在强光里面睁开眼 因为那时候你刚你在睡觉 然后妈妈已经站到床边 来来回回的逼问你 问你有没有做不该做的事 那时候你应该是高中吧 这个事情一直延续到大学 就在我看来就觉得 妈妈这个动作很不寻常 好 有哪一个妈妈会在女儿还没睡饱的时候 好像在审讯犯人一样 用墙灯照射她 然后问她一些她搞不清楚的事情 所以因为书里面你有提到说 你后来去拉斯维加斯就结婚了 对婚姻有影响吗 我想一定是有 就是虽然到底那个影响 其实是就某个意义上是我的造物主 不管那个叫就是她才清楚的 就是因为我自己说我自己受了什么影响 那个是基本上会不准 可是一定有影响 影响到我对感情的看法 影响到跟就是亲密的人的关系 然而某个意义上或者也因此就是让我知道 就是人跟人的了解相处都不容易 所以后来到后来就是 你会更加非常的珍惜 就是包括上一段的时候 您问到说 包括我自己有女儿有儿子 就是当我自己有了女儿 就一开始怀孕的时候 当然会很担心 会不会因为你都会很怕重蹈覆辙 觉得关于母女的相处 因为我那时候并不知道我的身世 就是会觉得困难 可真正有女儿之后 就会就等于是 把一个幼小的自己重新抱回来 就是你会从心里会 我猜 这是我猜 我觉得我比其他的女性更加的珍惜 因为对我来讲是全新的经验 好像我的童年有一次重来 我会知道说 我多么多么疼惜我的女儿 就是我可以非常直觉的 非常自然的为她做任何事情 包括牺牲我自己 在任何时候那个都毫不犹豫 所以就说你会 你真的是特别特别 也许是激动 也许是开心 也许是兴奋 就是我居然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体验到 是的 她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我都正是100%的全力支持 对我儿子也是一样 因为那个对我来讲是 就是人生再一次重来 就是说像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不但接触 而且体验 而且还很享受 就是人跟人之间那种 完全完全没有任何折扣 也不用任何怀疑 感情就在那里 就真情就在那里 那当然就是 这个某个意义上 是我人生非常非常重大的礼物 那也特别特别感激 就是在我周围的人 那真是给我很多很多 像我爸爸 我爸爸是一个很严格 很严厉的人 什么严呢 我爸爸很有威严 我们家小时候 他有七个小孩 然后我们家种田 种田套炸 就要起来弄那个烟草 然后我爸爸大概是 早上四点半就会起来 起来 起来 然后叫我们 他不用叫 他只要咳嗽 我们全部都跳起来 就全部起来 对 怕不用打人 很奇怪 连我唐兄弟都怕他 然后就是如果做错事 老实讲就很害怕对待 那个看到父母亲 因为你会担心 不晓得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妈妈往来简单 结果妈妈就是打你 然后你就会觉得 反正打一打就过去了 就直接的 对 然后爸爸就是那种危险 我也不晓得 那种对他的恐惧或者害怕 到底是从哪里来 你知道吗 我长大以后 我那就是有小孩 我内心想的是 我不要用我爸爸那种方式 对待我儿子 因为我小时候受过那样的 了解 就是所以您跟小朋友的关系 就特别的亲密 而且直接可以表达父子的感情 对对对对 就是我陪着 就是你会陪着他 就是去打球啊 然后拥抱啊 这样子开玩笑啊 所以所以 有 Little Joe Pic такую 那就是我们缺少的 是啊 是我们渴望的 him 就是当你有机会去做父亲的时候 就反而是更多的 就是直接的表達 對孩子的喜歡他 就是喜歡他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我應該感謝我爸爸 就如同你感謝你的養母一樣 人生的姻緣真是很難說 就是某個意義上 剛說成就我們的 在某個意義上 到後來終於是 我們因此理解更多 而可以安慰我們的 所以人生所有的姻緣 都有他各種各種的 不同的組合跟因果 爸爸因為跟家裡的女優 也就是你的生母 做錯這件事情 所以生了你 那爸爸有格外疼你嗎 因為看你這樣子 就是這個養母對你並不寵愛 尤其那個年代的男性 都有都有本質上的 某個意義上也是 說是懦弱也好 說是困難也好 所以我父親會就是 就是會很害怕 會很害怕 尤其在我小的時候 就是對我表示什麼 因為我會馬上感覺到 因為我父親 我不記得我小時候 我父親有對我笑過 可能也是威嚴父親 就某個意義上 就 呃 他 他偶爾打我 可是不常 就是 可是就是那個他不對我笑 或者他 他可以對其他的小朋友笑 他可以對親戚的小孩笑 所以我小時候非常的 某個意義上非常的 也是不安也是妒忌 說為什麼我的父親不對我笑 所以他從來對我沒有笑臉 可是呢 後來就是我父親跟我的關係非常 就是就非常 應該說親密 因為那個我覺得是我自己 贏回來的 就是呃 當我越來越長大 那我的父親就 越來越自然可以表達 他對我的就是 特別是我已經長大成人 成家了做事以後 他就可以表達對我的 就依賴 就那時候 然後一來是好像 比較不害怕我的 我的母親了 另一方面 呃 可能他也覺得是的 這個這個長大的女兒 呃 確實可以依賴 我是很管事的女兒 就是我 我是照顧 我是照顧父母的女兒 所以在某個意義上 我會看到那個那個天秤 如果有個天秤的話 就是呃 一點一點的 那我也很 我也很高興 因為其實是經過 我自己是覺得是 我的努力 所以把把我父親 呃 某個意義上是 引回來 就是嗯 他越來越自然了 那越來後來 就就直接可以牽我的手 就可以 喔我牽你的手 對對是啊 就是我最喜歡我父親的手 那時候他幾歲 我父親活到年紀很大 所以後來到他80歲左右的時候 就牽我的手 對那我也最喜歡牽我父親的手 其實從世俗的成就來講 平路是一個很有成就的人 因為他是個非常暢銷而且知名的作家 喔 那麼這個社會上是很肯定的 同時你也是我們承認住香港文化中心的主任 其實等同我們住香港的大使 對不對 我在想要蠻久的 真的是七年 所以算是很久的一段時間 就說如果我有這樣的女兒 當然是要依賴啊 而且那麼肯定啊 對不對 這麼有能力啊 好那我們現在訪問的是平路 平路呢 他寫的新書 談路的新 嗯 這個感情的糾葛 最後他理出來 我覺得他感覺是喜劇收場 等一下來談談你追尋生母的這個過程 好不好 來先休息進廣告 好歡迎繼續收聽波動轉席改號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平路 知名的作家 他的新書叫坦路的心 其實你書裡面有提到一段 就是說你在大學的時候 你讀台大 然後當時爸爸找了少年隊來問訓 到底要問什麼啊 我現在還搞不清楚耶 嗯 其實我也一樣搞不清楚 可是大概拼出來的線索吧 線索是 就是我母親那時候 因為她一直相信我一定會出錯 所以任何那時候我如果交朋友 那我母親就會覺得 我一定做了不該做的事等等 所以到底就是我母親跟我父親說了些什麼 所以當時就是我父親也認得就是一些警戒的朋友吧 所以可能也有嚇唬我的意思 所以就找來問我說 比如說去了哪裡 為什麼要去 為什麼要就是跟男生在一起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那種非常的 就是有啦 要警戒我的意思 我覺得除了警戒之外 就對小孩來講是一種羞辱 是啊其實是 對 那作為父母親如果有愛的話 通常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即便是這樣的事情 通常作為一個父母親她會保護小孩 坎護 即便她是錯的 這樣 那所以這顯示就是說 母親對你的愛是很薄弱啦 那你是幾歲知道 開始知道你不是養母生的 真的很晚 就是是我父親過世以後 那時候我自己都過了50歲 想想看真的是很 那是不經意間媽媽講出來嗎 對是我父親過世 我母親到香港跟我住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偶然的場合 他那時候因為我在香港那時候職務的關係 我不能夠有任何私人的理由去中國 那可我父親的願望 我們也是拼起來 他很想要葬回他的老家 那所以當時就是骨灰一直放在 放在台北的慈恩園 那時候可是我母親就很不安 覺得還沒有入土 所以她一直在說你怎麼不回去葬你父親 那我每次跟她解釋說因為植物的關係 你不能去 那我母親就說哪有這種植物 她不相信 所以她一直心裡都不太很不尬意 那結果那天就很偶然 因為我剛好旅行再回家 就是我們一起吃早餐 她突然問我說 你這麼久不去葬你父親 是不是你懷疑你不是父親生的 那就突然一個問題 可是我就 因為我從來沒有懷疑我不是我父親生的 所以立刻像那個反射動作一樣 我就說說不會啊 然後接著就是下一秒我就說 那我是不是你生的 那這時候我母親突然 可能她沒有想到我會回這樣一句話 所以她愣住了 所以那個時間過得很很特別 就是太沒有聲音 那時候我就覺得不對 我就趕快追問說那我是誰生的 對就是因為這樣的接著兩個問題 因為她沒有馬上回答你 對她沒有馬上回答我 事有蹊跷了 事有蹊跷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我母親 一則當然是她很不喜歡 我不去葬我父親 這是一個理由 另外我父親走了以後 那個秘密當兩個人都有一個 都互相守著一個秘密的時候 或者那個秘密比較容易保持 因為好像那個保證互相毀滅一樣 就如果你說了 你就背叛了我 我說了我就背叛了你 所以那個秘密是很 是很嚴密的保持著 那當我父親走了 那我母親心裡可能也有委屈 就想說她走了 可是我要告訴你 這是我後來才慢慢 就是因為理解才慢慢拼湊出來 她很想告訴我是 就是要讓我知道她養我格外的不容易 那所以後來也是後來我自己想想 她告訴我之後 其實我做的不夠好 非常不夠好 因為我一聽我不是你生的 那我的生母在哪裡 她活著還是走了死了 那我就一直一直在追問 那時候我母親就偏偏不告訴我 因為她也警覺到 原來她開了一個潘朵拉的盒子 我沒有立刻跟她謝恩 我沒有謝謝她養育我 我不是這樣的反應 我反而一直在追尋 就是我生母人在哪裡 到底到底當時發生了什麼 尤其她是不是還活著 如果活著我想要見她 所以就讓我母親接著 就把那個門就關得更緊了 所以兩年又是兩年的時間 就是我怎麼問她就是不說 而且你要派了很多人去探她的公公 去幫忙去做任何事情 只要她可以多告訴我一點線索 讓我知道 尤其當時又很吉祥 就想說我生母如果還活著 還不快的話 因為她年紀很大 年紀一定也大了 後來知道 就那時候她其實已經70歲了 我生母 所以那時候就是現在回想 就是我不夠體諒我的養母 我養母只希望我去感謝她 我會對她更好 那她沒有想到 她後來一定怪自己思慮不周 她一旦講了以後 就是我真正的注意力在於 那我生母是誰 我到底怎麼生下來的 那我養母就一點都不說 有一部電影叫《漫漫回家路》 你有看過嗎 有有有看 你一定掉眼淚喔 對啊 因為那個完全跟你的故事很像 對 她看到那個點之後 就是你的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 打開了 對 對 所以也很理解 就包括那個電影裡 她最後終於還是要回去 去印度的家 對 看到母親這麼老了 可是她好好 就是她的生母還活著 好 反正喔 你想要知道這個平路啊 她在追尋生母的過程 一點點的線索 一點點的蛛絲馬跡 那種辛苦 那種新選者的艱辛 大家去買書來看吧 《坦路的心》 是時報出版的 是平路寫的 好不好 因為今天時間到了 那也覺得說你辛苦了 那也恭喜你 好不好 其實這本書的劇情 遠比電影都還要好看 好 那感謝評路 也感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對 那是 感谢观看